大會主席 游錫坤院長 國留共和國會數人總統 我們現場的貴賓 好朋友 收看電視和網路直播的國人同胞 大家好 今天是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的國慶 也是中華民國立足台灣以來第七十三個國慶日 過去兩年多 對抗疫情一直是國家最大的挑戰 所以今天一開始 我同樣要感謝在疫情期間 為防疫工作付出 共同撐過這段艱辛過程的國人同胞 你們的每一位都是防疫英雄 今年 國慶日的氣氛 和前兩年有很大的不同 再過三天 我們的邊際管制即將換款 台灣和世界各國之間 也將恢復正常往來 這也意味著我們將擺脫疫情的陰脈 邁向正常生活 過去兩年多 疫情衝擊了全世界 對於因為疫情而離開的國人 我們同感不捨和哀挫 他們的離去也提醒著我們 永遠有做得更好的空間 但跟很多的國家相比 因為有大家攜手合作 團結守護彼此 讓台灣的防疫表現 獲得世界的肯定 因為疫情受到穩定控制 台灣的經濟才能穩健成長 再加上 以創新和轉型為導向的發展策略 解決了我們長期以來 經濟動能不足的問題 我們在全球酸退中逆勢成長 2021年的經濟成長率6.57% 是近年來最佳的成績 今年的IMD世界競爭力評比 台灣的排名是全球第七 每千人研發人力這項指標 我們是世界第一 經濟發展的成果 也反映在政府的財政收入 從2018年以來 中央政府的稅計剩餘 已經連續四年突破千億元 去年更寫下近三千億元的最佳澄清 財政的穩健 讓我們有更多的資源 可以投入基礎建設 提升科學研究 強化國家的佔領 而且建構更完整的社會安全網 這些成就 是所有國民共同的努力 身為總統 我要感謝今天在場所有的貴賓 各界領袖 還有我們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 謝謝大家 對民主的參與 對國家的貢獻 疫情沒有擊倒我們 反而讓世界看見了台灣的韌性 我們不只守住了疫情 更把我們往前推進了一步 成為我們心中更好的國家 但正如同半球比賽一樣 這一局能夠化險為夷 並不代表我們下一局就會風平浪靜 走過上一個階段的疫情風暴 下一個階段我們挑戰更大 更需要我們乘著面對 共同解決 以後的世界的秩序 正在劇烈的變化 目前歐美各國爭苦於通貨膨脹 和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 台灣的通膨 雖然還在可以控制的範圍 但是我們仍然必須要因應 全球經濟衰退的變局 在此同時 全球供應鏈重組仍在進行當中 台灣雖然在半導體 以及資通訊軟硬體的領域 已經取得關鍵的地位 但在其他領域 也必須要快步跟上 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另外 極端氣候帶來的異常的災變 也提醒我們必須要建立 更能夠快速應變的機制 但是在經濟的過程當中 我們還要面對的另外一個挑戰 那就是無二戰爭持續在進行 中國在南海 東海 以及台灣海峽的軍事行動 衝擊印在地區的和平穩定 我們絕對不能忽視 軍事擴張 正在挑戰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 這些變局都跟台灣息息相關 台灣正處在變局之中 我們不能抱著僥倖的心態 我們必須堅定民主立場 審慎地做出準備 隨時陰影順襲萬變的情勢 回顧過去 正是因為台灣的任性 我們才能夠度過疫情的挑戰 未來的兩年 在我的任期的最後 我們不僅要持續站穩 四個堅持的立場 更要在經濟產業 在社會安全網 在民主自由體制 在國防戰力 打造更精實的四大韌性 把中華民國台灣 打造成為一個更強韌的國家 就是現階段 國家發展最重要的目標 打造更強韌的國家 首要的任務就是建立 能夠在歷勢中因應變局 站穩腳步 具有韌性的經濟與產業 當前最緊迫的經濟變局 是全球的通膨和衍生的金融緊縮 帶來經濟衰退和金融波動的風險 為了管控通膨穩定民生經濟 我們透過源頭管理 穩定水 電 油 氣 以及大眾物資和關鍵原物料的價格 盡可能降低對國內整體物價的充實 我們也強化了因應金融市場波動的 各項穩定機制 同時 透過有效的政策和公共支出 我們會加強投資下一個世代的基礎建設 和人力培育 提供更多的就義機會 維持經濟成長的動能 在產業佈局方面 我們必須有力地面對 變局中 供應鏈加強重整的趨勢 除了要加快腳步 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的發展 更要持續鞏固半導體產業的優勢 我要特別向國人及國際社會強調 半導體製造聚集在台灣 不會是風險 而是全球半導體佈局的關鍵之要 我們會持續維持 台灣在半導體尖端製造的優勢和能量 同時也會協助全球 在半導體供應鏈重整上 進行最佳的配置 讓護國神山的全球地位更新重要 為了提升經濟的應變能力 我們也會確保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 做到任何緊急狀況下 仍然可以透過有效的調度 穩定供應 讓社會和產業維持正常運作 為了進一步和國際接軌 我們也要全方位推進 跟新南向 印太 甚至中 東歐等國家的合作交流 透過前單技術合作 相互投資以及金融支持等方法 建立更具韌性的全球供應鏈和通路體系 我們也要和世界同步 持續採取因應極端氣候的行動 今年3月 我們公布了近零轉型的路徑圖 而氣候變遷應應法的草案 也已經送請立法院審議 這不只是台灣對國際社會的承諾 更是我們共同承擔的世代責任 任性國家不僅要能因應經濟風險 社會的韌性也同樣重要 一個有韌性的社會 必須建立在經濟公平的基礎上 這些年來 我們持續透過加薪 減稅 增幅力 來減輕民眾的負擔 落實照顧落勢的施政理念 而完整建構並且強化社會安全網 更是我們施政的重中之重 我們持續提升緊急應變 救護和照顧的能量 希望提供國民更完整及周全的照顧 兩年多的防疫過程中 我們看到我們的醫療和公衛體系 已經展現出對於危機應變的經驗和能力 今天我要借用各位的雙手 再一次給我們所有辛苦的醫護人員 最大的掌聲 為了進一步強化韌性 因應未來的挑戰 我們要持續完備醫事能力 提升醫院備員的量能 我們要持續強化醫療體系的緊急應變機制 讓台灣更有力量 來應應各種健康風險 臺灣地震頻繁 這幾年政府持續進行校園橋樑道路的耐震補強及整建 提高公共設施的抗災強度 為了因應突如其來的災害 我們盤整必然收容的安置資源 強化全民的防災和疏散能力 並且提升全民的心理韌性 面對災害能夠冷靜 而且快速地做出反應 面對少子女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逐漸大幅增加預算 全力打造友善的生養環境 提高生育補助跟育兒津貼 並且大幅增加平價誘托的名額 我們也充斥長照的服務能量 更提出因應高齡社會的對策方案 我們積極興建社會住宅 以及推動包租貸管 擴大租金補貼 提升對勞工職災的保險和保護 也完善農民三項保險和退休處境制度 積極地來照顧各個需要的族群 除此之外 我們也持續益助資源 固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增加社工人力 發展因地制宜的服務 讓民眾可以就盡尋求協助 今年度總預算的社福支出 超過六千億 明年更將突破七千億 再從歷史新高 持續強化社會安全網 接住每一月需要協助的國民 是政府無可迴避的責任 除了國家治理的議題 民主任性的建立 更是守護台灣的關鍵 首要的工作 就是要讓自由民主體制 成為勞不可破的全民共識 民主社會中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立場 可以相互爭辯 但不論外在的壓力有多大 我們都要堅持自由民主體制 以致對外 其次就是強化資訊的透明 及錯假訊息的辨識 台灣是最常遭遇到資訊戰的國家 這項非傳統的安全威脅 正不斷干擾我們民主體制的運作 面對境外勢力的滲透及意圖破壞 我們一定要用更透明 更民主的方式來應對 例如 在疫情期間 指揮中心不斷召開記者會 就是為了讓社會大眾 充分地能夠掌握資訊 降低恐慌 避免錯假資訊的擾亂 進而影響全民防疫的信心 接下來 我們也會持續地強化 錯假訊息的查核機制 讓資訊更透明公開 讓全民能有效地辨識資訊的真偽 避免資訊戰的威脅 最後 就是要持續地深化國際合作 跟民主盟友緊密連結 當威權主義的擴張 逐漸威脅全球持續的同時 四面八方的國際友人 都來到了台灣 表達溫暖的支持 現在 正是台灣最受國際關注的時刻 中華民國台灣 已經成為世界民主自由的重要象徵 國際社會非常清楚 維護台灣的安全 就是維護區域穩定跟民主價值 一旦 台灣的民主自由被摧毀 將是世界民主陣營的重大的挫敗 民主不只是對外定位台灣的國際角色 對內更是強化社會韌性的核心戰略 這幾年來 為了強化國防戰力與韌性 我們加速推動了國防改革 國防預算也逐年增加 我們用行動告訴全世界 台灣會挑起自我防衛的責任 我們不會坐等命運被決定 我們也會和盟友共同維護區域的安全 及穩定 我們加速量產各式精準飛彈 以及海軍海巡的高效能艦艇 此外 我們也積極地籌獲各類小型高機動性的精準打擊武器 來建構完整的不對稱戰力 確保台灣足以應對外在的軍事威脅 這幾年 國際國照 國艦國照 都有具體的成果 潛艦國照 也如期的推動當中 兩週前 台灣第一艘自主研發艦照 萬噸級的玉山軍艦 正式交艦 還有剛剛 大家看到帶頭衝場的友營號新式高教軍 都是我們努力的成果 謝謝全體的國軍弟兄姊妹 跟我一起克服萬難 交出了這張得之不易的國防自主成績單 為了落實全民防衛 另外我們成立全民防衛動員署 強化戰性量能 透過精進後備教招訓練 讓後備軍人 能使用跟新一軍人相近的武器裝備 提升後備戰力 建構能有效地應對現代戰爭需求的國軍 以及建立軍民整合的全面防衛動員能力 都是刻不容返 我們必須確保 無論是平時救災 或者是暫時動員 各項任性的整備 各項物資和人員 都能夠準確 及時到尾 最重要的是 我們必須凝聚民心士氣 強化全民的防衛意識 守土衛國 從來都不只是軍人的事 每一位國民 都是國家的守護者 這段時間 我看到許多朋友 有年輕的爸媽 有上了年紀的阿公阿嬤 也有許多沒有服役經驗的學生 他們不分年齡 性別 自發性的參加民間的課程 學習社區防衛 緊急照顧 以及資訊辨識 這正是 守土衛國 你我同行的最佳權勢 台海的和平穩定 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基礎 遺憾的是 近年來 北京當局日益升高 軍事恫嚇 外交打壓 貿易阻擾 以及試圖消滅中華民國台灣主權的作為 已經威脅到台海及區域和平穩定的現狀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歷經73年的共同生活與發展 已經凝聚了強大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台灣人民和朝野政黨的最大的共識 就是捍衛主權 以及我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這一點 我們沒有妥協的空間 兩岸立場的分歧 不僅是歷史的因素 更在於民主發展上的背道而馳 北京當局 不要因為台灣活躍的民主體制而有所誤判 無論台灣人民對民主自由的堅持 是可以妥協的 竟然試圖利用政黨之間的激烈競爭 來分化台灣社會 這樣的思維和做法 不注意兩岸關係 只會讓兩岸更行更遠 我要呼籲北京當局 兵容相見 絕對不是兩岸的選項 唯有尊重台灣人民對主權和民主自由的堅持 才是重啟兩岸良性互動的根本 我們期待 我們期待 在兩岸邊境解封之後 能夠逐步恢復兩岸人民之間 健康有序的交流 進而舒緩台海的緊張情勢 在理性 平等及相互尊重之下 我們也願意和北京當局 尋求雙方可以接受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方法 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各位國人同胞 對於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我們而言 最大的任務就是用盡全力 給後代一個更好的國家 也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台灣的經濟更發展 全球供應鏈就更完整而堅韌 台灣的安全更鞏固 區域和全球就能夠和平般容 台灣民主更深化 世界自由民主的陣營就更穩固 這是我們過去多年以來 從黑暗的坑洞中絕光而行 終於走出來一條道路 這條路也許辛苦 但是我們因此 找到了身為台灣人的意義 也看到了台灣存在對世界的價值 現在的台灣很民主很自由 經濟繁榮文化多元 不但受到世界的矚目 人民也凝聚出首位家園的堅強意志 今天大聲地說出 我是台灣人 是一種光榮 也是一種驕傲 各位國人同胞 我們是彼此的手足 讓我們勇敢堅定 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讓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 更要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中華民國加油 台灣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